大家好,欢迎收看2月24号的新主播点新闻,我是又荣 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 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德斯利安华 今天提成团结政府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2023年昌明大马预算案总开销达到3881亿令吉 比前首相纳德斯利伊斯迈沙比利领导的大马一家 所提成的总额3723亿令吉预算案更高 这也是大马历史上最高的财政预算案 在3881亿令吉当中 2891亿令吉属于行政开销,占74% 而990亿令吉则是属于发展开销 包括20亿令吉的应急储备 安华透露,政府目前所承担的财务负担过高 已经达到1.5兆令吉 这笔债务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% 同时,他表示食品通货膨胀率超过5% 但是人民的工资还是很低 大家依旧处于困难的时刻 因此目前并非是重启GST的合适时机 另外,政府将拨款4亿令吉 为国内200万名18岁到20岁的青年 提供每人200令吉的爱新青年电子现金 在爱新援助金计划STR之下 赤贫家庭将能够获得最高3100令吉的援助 家庭收入低于2500令吉的家庭 将按照孩子的人数获得最高2500令吉的援助 政府也根据爱新援助计划的数据库 为最贫困的受贿家庭提供额外600令吉的援助 安华宣布,政府计划从今年开始实施奢侈品税 并根据奢侈品的类型进行某些价值的限制 包括豪华手表和时装用品 此外,政府将拨款10亿令吉 为年龄介于40岁到54岁之间 第一户头储蓄少于1万令吉的公寄金会员 增加500令吉的存款 预料有接近200万名的会员从中受贿 安华也宣布 政府将相用于电子烟的尼古丁液体 或凝胶产品征收国内税 虽然尼古丁电子烟仍然是非法的 但是实际上被广泛销售 并且估计价值超过20亿令吉 另外,收入介于35001令吉 到10万令吉群体的个人所得税 将降低2%的税率 估计将能让人民省下至少1300令吉的税收 以增加可使用的收入额 这预计可以让超过240万名中等阶层群体受益 不过,可中收收入介于10万令吉到100万令吉的群体 将调高0.5%到2%的税率 预计不超过15万名纳税人 需要缴纳更高的税收 同时,从2023年课税年开始 微型和中小企业首15万令吉的可征收收入的税率将减少2% 也就是从17%降至15%,预计可以造福15万名的微型和中小企业纳税人 另一方面,沙拉叶在这次财政预算案中获得56亿令吉的发展拨款 相比2022年的46亿令吉多了10亿令吉 其中的用途包括发展沙拉叶和印尼的边界城镇 以配合该国迁都加里曼丹的计划 而沙巴将获得65亿令吉的发展拨款 在教育方面,联邦政府拨出9亿2000万令吉作为修缮国内 尤其是位于沙沙的残旧学校用途 连有超过25亿令吉预算将冲作改善公共设施用途 大部分计划将汇集沙沙 包括道路、路灯和水电供应的设施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息了,我们再会 明天下午